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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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耳朵人跟我一樣 只是擔心 台灣的這塊土地 這個環境被毀滅掉 因為我們是住在 在一個世界上少有美麗的地方 只是沒有被經營好 沒有一個地方 你在一天之內可以到大海 可以到高山 很少有這麼漂亮的地方 我可以一遍一遍的看 看見台灣那個影劍 那麼漂亮的地方 為什麼要被毀滅掉呢 政府一直沒有聽我們的訴求 其實我們去年就有一個很重要的訴求是 如果你沒有能力 處理核廢料 就不應該再繼續生產核廢料 即使這兩年 反核的民意越來越高 到六七成以上了 即使反核的遊行人越來越多出來了 但是我們還是聽到這個政府 不願意放棄核四 我們還是聽到經濟部長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我們明明聽到他對著記者講的 然後不要逃避了 不要再說沒有講過 他們說核四的燃料棒 即將要在下半年 插入市運轉 他把我們的民意放到哪裡 在去年309遊行 我想大家記得 全台二十二萬人出來的時候 他們很害怕 國民黨很害怕 他怕我們人太多 所以這樣一話 院長推出來了 他說 既然大家都反核 那他們不能決定 就交給人民決定好了 但是他給我們一個鳥籠公投 我想大家都記得 可是呢 雖然就是鳥籠公投 之前呢 他們也在朝點協商的時候 曾經決定過 在這個公投之前呢 核四不會有任何的追加工程 也不會有任何的預算 但是我不可以看到他跳跳 在去年 核四預算通過108億 為什麼他都做安全檢測 用安全檢測的方法 又污了我們100多億 理由呢 他會告訴我們說 這個安全檢測很重要 可是呢 通常我想大家都有去做健康檢查 你都知道做健康檢查出來 這個選項應該還有很多種 有健康的不健康 但是我們這個安全檢查出來的結論 就有一種 就是我們的經濟部長說 安檢會做到安全為止 各位 你們相信 我相信 花了我們100多億 要做到安全為止 這不叫安全檢測 這個安全補強 再補合適這個爛灘子 卻把我們人家當作傻瓜 台灣的安檢 就是這是一個拖延戰術 拖到一個對政府他自覺最有利的時候 那你就要跟他瞧了嗎 所以今天呢 我很承重的各位報告 這我們過去一年來 被政府這個安檢所蒙蔽 這也是今天我們要站出來 不再相信政府的謊言 因為政府的謊言 我們已經看了太多了 做這個不合作行動的 它的意義與目的何在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念一下 行見何事 還權於民 不合作行動生命 反和 是一個簡單而深刻的信念 是作為一個能源使用者的自治 也是對人類生活與生態系統的反省 過去許多人沉迷信何能科技 以為何能可以帶給我們無窮的發展與未來 但過去世界上幾次無法收拾的河災 縱擊了這個樂觀的信心 讓了越來越多人發現 河電不只無法帶我們走向美好的未來 甚至是個沒有止境的威脅與夢業 所以越來越多覺醒的人民要求終結河電 這一路並不好走 在歷史與政治的夾空中 從許多反押運動前輩開始 一直到目前這個時代 累積了30年的社會巡動與教育 總算讓配合民意成為台灣社會的穩定多數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 龐大的配合民意即便被送進國會 要求立委落成停建何事與刪除一份的決議 擁有國會過半數的執政黨團 還是可以非多散落 甚至在黨紀與提名權的威脅下 依舊投票支持何事 使得待遇精神放然無分 而行政部門更早已成為總統和行政院長突斷的機器 貫徹上成維護永和的指令 更讓人憤怒的是 這個政府還繼續踐踏 直接民權的公投制度 利用現行制度門檻過高的缺陷 配合違反責任政治的反向命題 讓所有沒能出來投票的民眾 都被歸為支持何事續建 試圖通過這個鳥籠風格 取得續建何事的正常性 我們不想再忍受了 當政治體制 成為掌存者得以濫權無度的工具 我們已經忍無可忍 原本我們以為民主的體制 可以為我們身上正義 執行人民的意志和權力 但現在反倒成為掌權者 獨斷獨尋的工具 壓制人民最根本的生存權與選擇權 我們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 主政者權力的來源 是人民對於國家體制的服從與合作 當黨選者只會自己的利益 使用體制壓迫人民而成為獨裁者 人民就只能以各種不服從與不合作的方式 展開抗爭 如果人民拒絕合作的決心堅定而徹底 就會給予掌權者強大的壓力 在這段時間中 我們看到林義雄先生 發起了意志堅定的行動與呼籲 令人不捨 不過同時 也有越來越多人 發動各式各樣積極而有力的施壓行動 希望能早日達成非核家園 但直到現在 我們提出了兩個訴求 情建核四 老舊電廠競速主義 環權漁民 下修鳥龍法公共盆坎 掌權者依舊忽視 持續與政治選舉計算家的拖延 來敷衍整個社會 絲毫不見反省 這是為什麼我們今天要發動這個非武力的不可做行動 我們要告訴掌權者 人民將會奪回自己的權力 不會再對你的威權補充 我們也在此呼籲 在這關鍵的時刻 我們還需要更多更有力量的行動站出來 堅定地告訴權力者 如果你依舊不越全埃勒馬 你絕對會看見更多部門做的行動 攤斷你掌握在手上的權力 絕不會任憑掌權者與其與求 直到人民配合與追求民主的訴求得到勝利 台灣不要核電 人民可以決定自己的未來 我們要決定自己的未來 絕不若結 這個就是民建合適 環全於民的不可做行動聲明 第一建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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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全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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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各位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那我們的游市任務即將出發 我們緩步的向前走 非和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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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賤何事 平賤何事 若實民主 若實民主 平賤何事 若實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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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前面的這條路 馬路其實還是空的 我們如果有一點縫隙的話 其實警察就有可能可以進來 然後順利的把我們的人 帶走 驅離 那我們的佔領行動就會受到破壞 所以如果你願意 你也支持我們的行動的話 我們是一個 非暴力的和平的 一個佔領的行動 如果你願意的話 希望你不要站在旁邊 旁觀 你可以加入我們的行動 你可以坐在馬路上 你可以 加入我們的行業 然後表達你對這個事情的支持 我相信我們現在現場有非常多的海底 只要我們這個況下播放出去 我們的政府 也可以感受到人民的壓力 也可以感受到人民的憤怒 各位朋友 我們現在聽到的聲音 就是核災警報的聲音 請大家就地倒下 請大家就地倒下 當核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會期待的就是這樣的聲音 我們不希望台灣也為天 我們真的要發生核災 然後每個人真的要 就地的倒下 跟你的家人 再見 有的人沒有辦法再相見 有的人沒有辦法再同言 我們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 所以 今天我們用這樣的一個 核災警報的演習 來讓我們的政府看見 請各位朋友 就地倒下 這是核災警報的聲音 就地倒下 請大家跟著我們一起努力 我是地球公民基金一 我們要堅持下去 一直到執政者口協為止 謝謝大家 加油 我們謝謝你 今天真的老一集 謝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